各位好,我是冰子 在动画里,00和升降翼合体 就是最后的形态 不过就和另一方案的旗舰00一样 因为双重动力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升降翼也有一个强化方案 没有继续进行 这次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仅存在于图纸的形态 00和这个战斗小飞机的强化 00斩机强化星 00高达斩机强化模组 高18.3米 全重95.2吨 登场于外转高达00V 驾驶员只能是刹那F轻英 虽然XN组件没能制造出来 但沙磁还是在数据模拟战中 用XN升降翼打了一把 因为强化的是升降翼 所以00的主体部分没什么变化 这也令它和另一方案 7件做出区别 相比全身挂载武装 斩机魔索强化都集中在背后 在原本的升降翼上组合安装 用以提升战斗力 并且除了武装之外 机翼下还增加两次机械臂 除了可以搬运武器弹药 握持挂载在两边的基因舰而外 需要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抓取步枪来用 同时这个装备 能够直接安装在00身上 没有了小飞机之后 明显要精简干练不少 不过直接安装 也明显违背了原来设计运用的方式 但为了测试这个装备是否实用 还是将这个形态作为备选方案 而且在我看来 这个造型还挺有GMA那味 武器方面 既然叫做斩机强化 那么在近战能力上 自然是进行了大幅加强 左右是00常用的复合兵装 金人舰2 除了作为实体舰外 可以生成两把光束剑 快速接近敌人进行高速战机 同时也能将刀柄旋转90度 且完成步枪模式 进行连射或者打出强力的光束攻击 升降翼内 收纳的8枚金人小型飞弹也可以使用 而该形态最招牌的武器 就是背负在身后的 大型担任实体舰GN巨舰3 除了双手分别握持外 还可以合体成一把巨星双刃剑 向敌人重重劈下 虽然气势十足 但过于庞大的提机 也让它的实用场景不是那么宽泛 而当一轮强劲的音乐响起 00原本就很强的战斗力 会获得再次提升 在更强性能的加持下 比起其他武器 相近刹那会选择用手中的巨舰 将敌人进出战断 在我们的印象中 升降翼收约安定00的双炉 开启三红装备 但在原本的设计意图里 这个装备是用来辅助00战斗的支援战斗机 但面对双重动力系统 无法正常运作的状况 小飞机也就作为动力系统的稳定装置 直接安装在00的背后 虽然成功安定了太阳炉 但这也令升降翼的定位发生变化 不过作为原本的直援战斗机 它理所应当是有着强化战斗力的形态 这就是XN升降翼 战机型强化战机 开发概念 就是让它强化到 足以和00相当战斗力 除了升降翼原本的武装外 向前伸展的两把巨舰 可以超高速冲刺将敌人切断 同时设计的两支机械臂 可以握持更多武器 不论是武装还是应用范围 都要比原来有所提升 甚至连冲逼的战斗方式 都和XN非常搭配 如果能自由行动 那绝对是以强力增援 不过就如之前所说 升降翼功能定位的变化 令它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作为零用的背包合体使用 因此这个武装战斗机的方案 就没有采用 仅有资料保存在数据库 我们能看到这个装备 还是多亏了沙瓷 虽然作为高达背包 他都没有积极攻击的打算 但在战场上 至少要有保全自己的能力 所以沙瓷也有自觉 进行模拟战斗训练 不过作为一个 半路卷入天人的纯粹外行 说是练习 其实也就是不断地被击坠 毫无游戏体验 如果开高达的话 肯定可以更强一点 他不禁发出这样的牢骚 不过这句无心之语 却被哈罗听见 立马警告沙瓷不准开高达 不过与之相对 哈罗也告诉他 升降翼其实可以更强 在模拟战斗里 更新了XN的数据资料 现在他模拟驾驶的 就是XN升降翼 并且在沙瓷惊叹和查看数据时 哈罗直接开始模拟战 面对敌机 喷口全开进行冲刺 就在要撞上时候 敌人被向前突出的巨剑一刀两断 XN就是拥有只阳的战斗力 但这个装备没有失装 倒是让沙瓷松一口气 因为自己肯定不能发挥出 他的战斗力 自己能做的 只能是继续进行自己的战斗 不过这个装备没有开发成功 并不代表这就是无用的方案 其数据资料在之后 还是运用到了后续机体的开发 其武装技术和舵天使相结合后 那台在ELS到访 大为活跃的机体 邀天使由此而生 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和关注哦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创作的东力啊 我是小小兵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